海星空的下 夏的匂いが また僕を包む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馬高斯 今天帶大家去到怪獸走場的新橋蒸留所 地點位於JR的新橋車站 車站附近有一個地下街叫Kyo Kyo Shopping Plaza Vingu Shimbashi 走場位於地下街更東口的入面 我想走大約5分鐘內便會到達 外面有兩大怪獸招牌 所以不會很難才見到 今次去到 見到梅菲拉斯星人的酒精飲品餐牌 以及巴魯坦星人的宣傳海報 我們現在走進去 這個就是怪獸走場的標誌 好鬼死正 用Metolon Sergin 叫人不要食煙 入店前店員會跟大家說 走場不歡迎防衛隊和正義的朋友 進去就會見到戴著口罩的Jarmila 然後就是哥莫拉的石像 以及積頓的石像 旁邊還有電王的角 然後就是因有怪獸圖案的酒桶蓋 更加有很多名人的親筆簽名 這張貝利亞都畫得很漂亮 旁邊就是出包王女的作者 最後的風上巡 就是畫怪獸二人化的 最前一點就是商品販賣區 這裡是主要買M78 Shop的怪獸商品 例如快獸Busca 以及貝利亞和Jagula的啤酒杯 進去走場裡 就會見到托雷基亞的皮套像 還有走場逢星期日 都會有怪獸和宇宙人來到現場 有達達星人 卡美拉 亞波人等等 走場的外場設計和擺設都很漂亮 就會掛上不同作品的劇照 以及教堂彩色玻璃風格的怪獸畫都有 現場不時就會聽到不同的怪獸叫聲 電視機也會播放著怪獸圖鑑的短片 今次我就是坐單人位 就是要面壁思過 不過面壁有面壁的好 就可以慢慢欣賞場上的X Plus怪獸公仔 只要不要騷擾其他人 大家可以四處走去慢慢參觀一下 慢慢去看真些怪獸公仔 然後就看一下怪獸走場的Menu 基本上就分成兩大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怪獸主題的餐點和飲品 第二部份就是普通居酒會吃到的餐點 不會看日文的都有英文可以看一下 如果大家叫怪獸主題的餐點 就會每一客料理附送一個角色杯墊 不定期就會有不同的主題特點 我今次就叫了一般梅菲拉斯星人主題 可樂威士忌特飲 多謝成為680日圓 食物方面就叫了巴魯坦星人的白色破壞光線 橄欖油醬汁半魚刺身 這個就是1375日圓 連個器皿都是巴魯坦星人的蟹鉗 表面的白色物體其實就是特製的香味野菜醬汁 酸酸的又鹹鹹的都挺開胃的 就連夾食物的鉗都是巴魯坦星人 另一個料理就是古敦大愛 特製炸雙尾三文治 這個就是1738日圓 其實就是炸大蝦的三文治 再配上美味的蛋黃醬去品嘗 炸蝦都挺夠厚肉 又挺好吃的 接著就看看我抽中哪三款的怪獸杯墊 第一張就是快獸Busca 第二張就是超人尼奧的Maguma Seijin 第三張就是七星合的Icarus Seijin 這三張都挺不錯的 我後面那台客人 特意為了抽而再點餐 好了 最後就講解多一點怪獸走場 怪獸走場就是原谷的直行餐廳 最初最初就是一間期間限定的餐廳 後來就變成了常規的餐廳 怪獸走場合共有兩間分店 第一間就是位於神奈村縣的川崎市 在疫情前我還跟怪獸王玩具的老闆一起去過 當時我就買了貝利亞的啤酒杯 他就買了電王的啤酒杯 而第二間分店就是今次介紹的新橋店 我自己又覺得新橋店的裝潢比較漂亮 而且交通也比較方便 東京站是一個大型的中轉站 特色迷也會去東京一番街 由東京站去到新橋站 就只是兩個車站之隔 車程只大約3至4分鐘便會去到 又或者馬高斯最喜歡住的池袋 過去新橋站都只是28分鐘的車程 只需要沿著山手線便可以過去 不用轉車又不用轉線 十分之簡單 再舉多兩個例子 不少香港人都會選擇入住上野酒店 上野站過去都只是兩個站的距離 時間都只是大約10分鐘 就算是玩具不是經常都會去的中野 都只需要轉一次車便可以去到 如果大家想查詢其他車站怎樣去的話 大家可以去日本Yahoo的交通路線網站 然後就講一下訂位的方法 怪獸走場平日就是不設定座 我今次都是平日去 基本上平日的人流不多 所以等位的機會都不大 剛剛就講過了 星期日就會有怪獸出現 大家記住 就只有川崎店才會有怪獸出現 就是逢星期日就會有怪獸出現 所以就一定會很爆場 而且是不接受walk-in入座 而訂座方法就並沒有網上預訂 只接受用電話去訂座 大家可以用酒店的電話 如果不懂日文的話 可以嘗試問一下酒店的職員幫忙訂座 出發之前的一星期內 怪獸走場的Cheetah都會不時更新 那個星期的星期日 不同時間的訂位情況 大家可以看完Twitter知道哪個時段還有位 然後才打電話去訂座都可以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現在這個頻道就有超級感謝功能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5-10元 大家的支持絕對製作動力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幫我LIKE我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請訂閱 按讚 按讚 按讚